广告说的那么有效吗 台南有一位教授因为好奇 他就自行检验五款包装茶 还送到了三家民间检验单位 结果都发现部分茶品实际而茶素的含量 竟然连包装上面标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虽然业者强调他们的所有产品 都是检测合格才出场 但是在真相厘清之前 为了保护商誉 今年立刻把200多万瓶的饮料 全部都下架了 不少民众在大吃大喝后 都会喝上这么一瓶标榜 可以降低胆固醇 减少体脂肪 含有额茶素的包装茶饮料 台南科技大学的教授张成静好奇 实际含量是否都如包装上所标示 于是他不只自行检验市售五款包装茶 而送到三家民间检验单位检验后 结果发现维他路公司的美照健康绿茶 黑乌龙茶 统一茶里网的阿里山乌龙茶 实际额茶素的含量 有些竟然连包装上标示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利用额茶素来减肥控制体重这方面 并没有像他所标示的那么的完全 像这瓶黑乌龙茶 包装标示额茶素的含量有68到88 可是三家民间检验公司 测出的最高额茶素也只有47 根本名不腐蚀 尽管业者表示产品都是通过检测才出场 但担心多年下来的商与毁于一旦 已经在13号将240万瓶的饮料全部下架 检测的方式不同会造成数字上的差异 完全不会影响产品质内容与功效 而为减轻消费者对标示的疑虑 本公司愿意主动负责 先将产品暂时下架 由于厂商自行提出的检验报告 和这边教授宋宴的结果不符 到底谁是谁非 卫生署已经派人前往业者的工厂抽查 检验结果一星期内出炉 如果确定有保健功效成分不足的情形 卫生署将处于最高50万元的罚还 记者 众国报道